順序是1,2,就是從1開始,index從1開始 那也就是說如果今天要把最後一個,因為我們新增一個本來should.com 新增在第三個後面嘛對不對 那新增了之後,add之後變成有四個了 那也就是說should.com現在變本來是3,因為add變4之後 那這個數字變4 第四個那個部分的話,他新增那個,請你幫我改成第一期 OK,那這樣其實兩行就可以,也就是說這兩行 代表的就是說 新增一個工作表,並且怎麼樣,重新命名為第一期 那這兩行其實 很好用,將來如果各位要新增工作表,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那再來的話 第一期 點slate 然後 再來游標放在那個 A2上面 並且要能夠 這個ctrl shift向右,向下copy 然後再點擊 再把它怎麼樣呢 把這個地方貼上 那貼到哪裡呢?貼到第一季上面 然後再游標放到下面 那這個地方基本上呢 因為我們後面會有 總共會有123月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個地方其實可以寫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for回圈 那也就是for 因為有三個工作表 如果將來各位要常常 就是有很多工作表的話 你可以呢 可以給一個i好了 等於呢 第幾個呢 從第一個開始 for for i 等於1到 到多少呢 到 其實就是這個 share.com share.com 那因為呢 我要跑的是123月 所以呢 第一季 有沒有 把它減掉 所以減1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 假設我今天要跑回圈的話 他就可以 先放在上面 這個地方 先新增 更改名稱 然後跑回圈 那回圈的內容 基本上就是這一行到這一行 NAS 錄下來的東西 然後呢 我就直接把這個地方按一個Tab鍵 讓他裡面縮排好了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呢 如果我要跑 把資料 一行一行的 分別 從 他每個 每個工作表裡面 複製貼過來 複製貼過來 有什麼方式呢 第一個的話 就是先 這個地方就不能用1月了 因為這個地方是個變數嘛 所以你可以把這裡面改成什麼 改成I 我講過就是說 Shift 瓜湖裡面呢 你可以除了給名稱之外 還可以給數字 如果給數字的話 他就是算 第幾個 工作表的意思 所以第1 第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就1月嘛 那如果先把1月先選舉之後 對不對 然後呢 在 A2上面點一下 對不對 然後在Control Shift 向右向 就是Control Shift End 就全選 然後再Copy 對不對 然後再怎樣 再切到第1季 再點選什麼呢 點選 A2 Sled 然後把它貼上 不過特別注意就說 這個位置恐怕要怎麼樣 要活的 因為如果你第1季貼上之後的話 那下一個月 I如果等於2的時候 那如果貼上的位置呢 還是在這裡 那就不對了 所以這個地方要怎麼改 這個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然後呢 再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再往下 也就是其實這個地方 基本上 我們 這一行 其實可以先放在 最上面 好 第1次的話是 等於是第1次是 是 這就是 這就是